就重新学我们的第二个国语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所以各位注意看 台湾原住民的文学 就是台湾原住民 介入台湾的书写世界 也差不多是到1980年代 我们台湾1950到1950 也是用了30年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 重新掌握一个新的语言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样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长辈 都是留日回来的 我们的民族的精英 我们很多的原住民的文学的书写 统统都可以提早 更早 更丰富 那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葬送掉了这些人 很可惜 像一次到我的几个 他们日文都非常好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他原来学会的 新的国语被归零 所以我现在很害怕 你们又要用第三种国语了 又要重新说 开始讲闽南话 我们又在第三度被 第二度被归零 还好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 我们闽南话都还可以了 这个不然的话怎么办 所以像这个 我们在谈原住民是谁的时候 就请各位注意到第三个 就是原住民的人格世界 它的文化的认懂世界 有过一个将近一百年 被激烈摧毁的国证 所以我们今天对很多原住民的问题 包括无论是他们的旧学 或者是各方面的适应 我们要有更深的忍耐度 去了解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 被毁掉他的语言 从头开始 他的人格世界里边 所有的这种文化 这些东西被毁掉 是一个非常激烈 而且是残忍的变化 所以我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大概很少人 会跟你们这样说原住民是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做这种文化学习 或者是在去跟原住民亲近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脑袋里边 应当有这三个东西 原住民是谁里边 在历史里边 从他的南太平洋特性 我们过去把它强迫要汉化 一直到日本要把它这个黄民化 的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要很深的这些了解 而且也要进一步了解到 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摧毁的不只是说 他的文化或者是生活习惯 是他的人格 他的人格被彻底瓦解 他需要有非常多的重建 各位如果有出国的经验 你的德语不太好 英文不太好 你到那个地方想讲话 讲不出来 你再聪明 有再深的想法 你就是讲不出来 他人家看你 他就那个伤害性的眼光看你 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么锐利的 多么锐利的一种侵害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见 就觉得你这个笨 话都讲不出来 那个眼神是比什么都还可怕 人会退缩 人在这个地方会自我放逐 后来很多原住民 尤其是我们上一辈的人 在酒里面跌倒 我觉得我可以了解 因为事实上 只有在酒这样的东西 在酒里边在自我放逐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自己可以接受 他所生存的那种 非常游移不定的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以前我看到那个谁啊 那个黄楚明写的文章 他后来也改成戏剧 这个剧本战事干杯 其实我们那边例子太多了 爸爸是日本兵 祖父是日本兵 爸爸是中华民国国军 然后 爸爸是祖父是日本兵 那个爸爸呢 最初从台湾被日本送到大陆去打仗 结果在那边被俘虏 然后国共内战的时候也参加 然后被抓去变成的是红军 变成红军 然后他的儿子 后来中华民国到台湾来 他变成国军 三代不晓得在效忠谁 这个 打一个都不是为自己的事情而打的仗 这就是原住民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台湾原住民很多都是空军飞行员 然后我曾经调查过 本来以前我们曾经要反攻大陆 我们曾经要有一个原住民的军营 就是要突击队的 所以我本来想写一个比较长的研究 想说 把那个历代的台湾的这些突击队 像我们的蛙人部队 像我的部落 我们小小一个部落 有十个都是蛙人部队 所以我本来想说弄一个题目就叫 谁在保卫中华民国 希望下一次能够把它弄成 让你们知道 你们根本都没有在保卫中华民国 不知道在保卫谁 现在还有的人搞不清楚国家是谁 蛮好玩的 但我们都蛮无辜的 你们随便就来 然后打得半死 然后我们都要去跟你们乱打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当要有这样的心 然后去接触原住民 去到原住民的地区去看 就比较有意思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总是要拉回来 拉到现况 去看看台湾原住民 现在如果我们要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东西 是可以看也可以做一些学习的 我想从几个面向来跟大家谈一谈 原来的传统的原住民社会里边 当然各个族群也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特色 它的文化的特色 而且这些文化特色其实 很多的部落民主都是这样 我把它描述出来 各位将来你们去接触原住民 或者是看原住民文化的时候 有一个线索 让你们去比较 不是只看表面的 而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逻辑 帮助大家去认识 第一个 原住民的传统的文化里边 一个比较大的 第一个特色 我把它叫做三海逻辑 也就是说什么叫三海逻辑 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事实上是跟自然的节奏 有紧密的和节拍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南鱼的导物人 导物族 他们的这个文化的建构 他们很多的文化的建构 导物的 都跟鱼团组织有关 因为进来了 他们就开始有 他们的神话想象 也跟黑翅膀飞鱼的教训有关系 他们的生活的仪式 禁忌 全部都跟飞鱼有关系 跟海的来临 海潮的这个变化有关系 显示这个民族的社会建构 是跟大自然 也就是海洋有明确的关联 我把这种东西把它叫做三海逻辑 比如说他的文化想象 有一种状况现在不确定 就是说因为那个原来第一天 我们走路 我们开车都不去 还搞了什么鱼鱼记 大家吃的那种很残忍 满嘴都是血腥 很奇怪 他们这种东西 男女的人就 更多的那个船在那边抓鱼 我们男女的老人 还是抓着树 跨着独木舟 他们抓鱼 那个情况好凸显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 这里面牵涉的问题 不是我们简单讲经济的问题 这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 在看这个大自然宇宙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抉择 各位如果同意 那现在这种无止境的 跟大自然的对抗 这个是一种左手 如果大家不觉得这个 同意这个 显然原住民的三海逻辑 还有它的一些意义跟价值 这个是一个 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那台湾原住民现在 很可能这个部分 也在毁坏当中 但是它的核心的部分 它的文化核心的部分 当然是这样 所以将来你去看原住民 很多的记忆 就发现到 那个记忆里边 连砍一棵树 我用一个东西 我盖一个房子 它还要放一个冰栏 表示这个房子是有灵魂的 房子不是盖起来 然后摆很多酒棚 站在那里面 好舒服 这个房子是有灵魂 是有生命的 它刚弄了一个平板船 它每一片 对它来说它都是有生命 它就讲说 现在你变成是一个 有生命的船 我在你上面 你要保护我 所以我要用非常多的仪式 来去跟它对话 跟这个船对话 跟你要去做 所有的事情都来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在台湾 这个是一个项目 我看到日记时代 一些文献 我看到南山 就是宜兰 宜兰那个什么 四季 南山四季那边的泰雅族 在大政时代的一些报告 就是我看那个户籍藤本上面 有很多日本的警察 所做的筑记 那筑记里边 那个 那个只有一百多户的人家 那个所有 所记录下来的犯罪的内容